今天教你们怎么去连接这个小米小爱音箱 ok 这个小米的小爱音箱 然后后面这个Type-C充电 然后这里一个开关 这个一个麦 首先打开机时候呢 按着99 进入蓝牙配对模式 讲完了配对模式了之后呢 才松手 然后你看到吗 这里有蓝点的 OK 怎么去下载那个APP呢 首先呢你们去你们的 Android 手机 去Google这里 你打一个应用宝 你们下载那个应用宝 应用 宝 看下载这个应用宝 按进去 然后下载 OK 下载了这个应用宝 放心了这个应用宝是腾讯的WeChat WeChat apps 它可以到达所有的中国的APP OK 下载了之后呢 包安全安全的这个是卫星的APP来的 OK 应用宝按进去 然后呢在这里 Search 小爱 Search 它的名字 OK 下载这个第一个 下载了之后按进去安装好了 然后就可以对配了 OK 然后按对 然后你们要登录你们的小米账号 必须要登录你们的小米账号 跟你们的小米账号一样的 OK 登录的小米账号 添加设备 马上就可以连接了 直接连接 按连接 完成 就是那么简单 OK 然后你可以现在再试一下 当你们要操作设备的时候呢 按一下 请打开小爱同学连接我吧 关客厅灯 关了 然后呢 当你们每一次要操作的时候呢 都要按一下 打开客厅灯 没问题 开了 OK 然后呢 大小声是哪里 Ctrl呢 就是跟着你的手机 你手机大小声在这里Ctrl的 OK 然后每一次当你 手机关的 你按一下 关客厅灯 按一下 打开客厅灯 OK 你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 讲或者直接讲 直接讲呢 就比较耗电 所以呢你的这个音响呢 它的电池就很快没有了 我们最耐用 最实用的 就按一下 讲 就OK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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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